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的冬季奥运 那在这个时候呢 纽交所宣布把中概股蛋壳公寓给下市了 这个搞得气氛更新紧张了 那这个2022年的冬季奥运 是在2022年的2月4号预定到2月20号在北京举行 那距于今天是刚好303天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上面呢 美国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对外的放话 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 那到底抵制这个奥运啊 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对中的 所谓抗争的手段呢 其实见仁见智啊 不过美国国务院里面倒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啊 有人说你去抵制这个北京的准备要举办的冬季奥运 那你不是要惩罚自己国家的选手吗 那这个说法其实也成立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 是到底去参加正式这个面对全世界的这个奥运选手 大家一起来争夺这个最佳的这个荣誉 还是说我还没有出赛 我就要先抵制你 其实美国国务院内部其实想法也蛮分歧的 当然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是说 现在目前还没有做成最终的决定了 如果美国一旦要抵制这个 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的话 会联合所有盟友一起来抵制 并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来抵制 那这北京的冬奥距今天是303天 这国际奥委会是在2014年的7月 从六个这个候选城市里面 这个挑出来的 当时这六个候选城市 其实只有四个就已经是主动退出了 因为各种原因退出 最后剩下两个城市 一个就是北京 另外一个呢就哈萨克的阿拉木图 那当然北京会出现嘛 大家想想看 国际奥委会再怎么样 也不会去挑哈萨克的阿拉木图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北京就会确定成为 全世界唯一一个城市 这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 又举办冬季奥运 所以呢中国大陆对于 这一次的冬奥的举办 可以讲说是非常重视的 那如果说美国借由 这次冬奥的举办 去正式联合盟友去抵制的话 那将会形成 所谓美国国务院 另外一个派的说法 就是新的忍战发生了 为什么美国国务院里面有官员 私下是反对这样的抵制行为 而认为说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妥当 而且不但惩罚了自己国家的选手 同时会发生新的忍战 主要原因就是先前 其实美国曾经去抵制过莫斯科奥运 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那莫斯科奥运那时候是因为 这个苏联啊 当时还不是这个 这个俄罗斯啊 是苏联时代 不是入侵阿富汗吗 所以美国当时呢 就去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 那当然这个苏联就反制了 对不对 就在1984年 洛杉矶奥运呢 同样的进行抵制 所以连续两届奥运呢 就是大家抵制来 你抵制去 就变成是互相抵制的状况 所以说当时其实美国跟这个苏联 是一个冷战的情况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下 美国国务院里面的官员就讲说 如果这次真的去抵制 2022年的北京冬奥的话 那就是再一次爆发 全世界的新忍战了 那这当然是大家所不热见的 因为所谓的新的忍战 那就形同了 这个全世界要形成两边的 这个阵营的绝对的对垒 而且那种这种 所谓的全世界大战的气氛 就一触即发了 但你说现在 其实美中啊 不要讲忍战了 大家已经是进入到 所谓的热战的情况了 不管怎么讲 我个人是反对去抵制 这个奥运的 不管是东奥或是下奥 你去抵制 其实正如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所讲 是惩罚自己国家的选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把这个奥运 所谓抵制的这个历史 更往前推前的话 那最有名的经典呢 就是1936年的柏林 这个夏季奥运了 当时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 它是一个 在很多的这个争议下举行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纳粹呢 希特勒刚崛起 因为在这个希特勒 1933年执政之前 德国其实是威马共和 那威马共和期间 短暂的一个经济的农景 因为二次大战 这个一次大战刚过嘛 所以德国是一片残败 那威马共和短暂的一个经济农景之后呢 经济很快衰败 就导致了30%的这个重大的失业的一个情况 很严重 三成的人没有工作了 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大萧桃到不行的一个状况 那因此呢 这个希特勒崛起 希特勒是这个纳粹是在1933年 正式掌握德国政权 当时希特勒其实对办这个奥运会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因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这个戈培尔非常厉害 他就知道说掌握这次奥运会 夏季奥运的宣传机会 向全世界人展现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性 所以希特勒就被这个戈培尔给说服了 不但是这个全力支持奥运 而且是大杂重金支持奥运 在柏林建了一个10万人的这个大的体育场 田径场 去举办奥运 那当时这个整个奥运会的盛况空前 因为1936年的柏林奥运 是前一届奥运参加选手的三倍之多的人数 10万人你想看那个奥运场馆有多大 我记得我曾经去参加过一次奥运 就是2000年的雪梨奥运 那时候我是这个那在跑新闻 就去采访雪梨奥运 我那时候有跑体育新闻 去采访雪梨奥运 那时候在雪梨那个场馆 大概是5万人还6万人的一个大田径场 在雪梨 哇那已经是非常大了 你坐在那个场馆里面看那个奥运开幕式 你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驾驶了 就是那种震撼的气氛 我到今天都还忘不了 那个20年前 那个开幕式里面的好多的表演节目 包括那个澳洲的空军 这个战斗机从那个场馆上空 这样飞过去的这个画面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因为我那时候在记者旗上面 见证了这个2000年雪梨奥运的开幕式 大家想看 在1936年那时候 德国有10万人的大的场 这个大的一个奥运的田径场 那是多大的一个震撼的全世界的事情 为什么 展现亚利安人的这个优越 好那希特勒在开幕式上讲了一句什么话 你知道吗 他说呢 下一届奥运 1940年呢 是在东京举行 好我们要用飞船 好那时候是 大家还记得新登堡号吗 那种飞船 我们要把飞船 我们要用飞船把我们的运动员 再去东京参加比赛之后 每一年以后 每一届的奥运都要在德国举行 你想看希特勒是多么嚣张 多么的跋扈 当的这个全世界的面 就讲了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那次的奥运非常的特殊 它是第一次有电视转播的奥运 而且是有第一次这个篮球正式比赛的奥运 所以说那次奥运有很多的传奇 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关系 所以说呢 其实很多人 美国内部也好 犹太人也好 或者说一些这个得一的 这个美国人也好 就抵制奥运 说我们不要去参加 不要去参赛 可是当时一个犹太人 一个篮球选手 他就讲说 你想看 如果美国队里面 没有一个 这个犹太人去参加奥运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先向纳粹低头了呢 这句话其实激起了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那美国就派了这个队去参加了 结果各位知道吗 这个飞衣的黑人 美国选手 叫做杰西欧文斯 在这场奥运里面 拿了四块田径金牌 当着纳粹希特勒的面 告诉大家 雅利安人不是全世界最优越的人种 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拿了四块金牌 在田径场上面 哪四块呢 第一个白米短跑 他拿金牌 第二个跳远 他拿了金牌 第三个200公尺 他拿了金牌 第四个400公尺接力 他拿了美国队 带领美国队拿了金牌 总共最后啊 那飞衣的美国人 在这一次的田径场上面 拿了12块金牌 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不用去抵制奥运 你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例子 我今天要讲给 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说 抵制奥运是对的 那你就去思考一下 美国队如果能派出最坚强的队伍 真正在2022年的冬季 北京奥运上面 拿到最多的金牌 那不是大家也是伸一个大拇指吗 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 不是吗 这种所谓运动员的精神 比你抵制 其实来的更有意义 如果你说国与国之间 大国与大国之间 要做竞争 那你就在运动场上面 一叫天下 真正告诉大家 你的实力是什么 而不是用这种还没去参赛 我就要先抵制你 而且联合盟友去抵制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好 那最后美国队友没有在 这个希特勒面前 由犹太人拿到金牌呢 有 就是拿了一块金牌 犹太人拿到 所以说也代表了什么 其实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运动场上的公平竞争的精神 不管什么人种都有机会拿到金牌 也不管什么种族歧视或是说抵制的问题 所以今天最后这个段时间我就用 趁年金来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 就是说2022年的这个北京冬季奥运这件事情 拜拜 感谢观看